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股市直击 我是淳子 那么今天呢 很高兴是请来了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师潘灵桥潘小姐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 潘小姐你好 淳子你好 那首先呢 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今天A股的走势了 那么今天呢 上证指数是下跌的这样一个状况 而且到接近收市的时候呢 是有个跳水的行情啊 那么收盘的时候呢 是跌79点 是暴在2655点 那么深圳城址呢 同样也是下跌 跌超过三个百分点 暴在9082点 是下跌了339点 那么沪深300址呢 跌76点 暴在2853点 创业板址跌91点 暴在1906点 那么潘小姐 我们从这个盘面上看呢 今天板块上都是呈现一个跌多涨少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量能呢 也是持续的低迷 那么两融余额已经是实现了19连降啊 那么也是创下了三个半月以来的新低 那么市场呢 这样一些观望的气氛呢 就比较的浓厚了 所以好像这个资金入市的这个意愿呢 其实并不大 那潘小姐 你是怎么样的看待A股的后市情况呢 那么首先呢 从今天央行上面看呢 也是有继续一些的一个防水的举动 那么是开展了2600亿的这个28天期的逆回购操作 以及呢 800亿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 那么整个的一个规模呢 相比起呢 周二来说呢 是有所这个减少的 然后呢 扣除掉这周到期的一些资金的话呢 本周呢 是实现这个资金的净投放呢 4400亿 那么近几个星期以来呢 央行呢 不断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公开市场操作呢 累计呢 向市场释放的流动性呢 也都是有这种过万亿的水平了 那么使得呢 整体的资金面的状况呢 是趋向于平稳的 但是呢 央行释放比较多的呢 都是像是28天期啊 这样的一些资金 也是呢 反映出那么在春节前进行降准的可能性呢 都非常的小 那么整体呢 对于整个的市场的一个提振的作用呢 都不是很大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大股东质押方面呢 截止到昨天呢 一共是有这个7家的公司呢 触及到了这个爆仓的警戒方面 那么多家的公司呢 也都是停牌了 那么目前呢 一些报道上面说呢 那么有这个80多家的上市公司呢 面临着这个股权质押的一个危机 那么网上呢 也都有一些文章呢 是整理出呢 可能呢 是面临着一些爆仓风险的这些个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是投资者呢 也是担心呢 那么风险呢 有所这个市场下跌之后就开始扩散 那么所以呢 提前呢 就是估出呢 手上呢 存在着一些爆仓风险的这样的一些个股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农行的票据事件之后呢 今天呢 也都又有消息外媒指出呢 在这个中信银行方面呢 去年呢 也都是有发生这个9到10亿的一个骗取票据成对的这个事件 那么这些事件的暴露呢 都令到呢 投资者的信心这方面呢 产生影响 那么此外呢 这一个多星期以来呢 看到呢 在官媒方面呢 都不断的强调这个中国的经济是没有一个萧条的迹象 也都呃 这个表示呢 这个看空中国呢 是毫无依据的 但是呢 那么主要的一个问题呢 还是在于呢 市场相不相信 因为呢 从这个市场的表现上面看呢 对于这些这个正面的消息呢 都没有一个利好的反应 市场呢 都继续的一个下跌 再加上呢 近期呢 一些公司呢 也都有这个公报一些的一个业绩 虽然呢 业绩上面呢 去年呢 是这个引起的状况呢 但是呢 从具体上面看呢 到了第四季度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同比这个利润下滑 或者是这个甚至亏损的状况 也是令到那么市场担心呢 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 所以呢 整体呢 这个市场上面呢 实质性的利好呢 都是非常的缺乏的 那么从这个技术面上看的话呢 那么周线图上呢 护制呢 如果是按照呢 去年九月份的开始的这一轮反弹的行情上面看呢 那么整个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幅度呢 大概是在这个700点的一个区间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反弹幅度的一个七成来计算的话呢 那么后市呢 都是有很大的机会呢 会这个跌破2500点的一个这个可能性 所以呢 目前上面的暂时呢 都不一定的进行这个抄底 嗯 那么关注完了大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央发布的这个一号文件了 它的名字非常的长啊 我们来看一下 是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 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那么这个也就是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了 那么这是中央一号文件 连续13年啊 是聚焦 连续这个 实在是聚焦这个三农 那么也是推进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那么也是成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亮点 那么关于意见的内容 潘小姐 你是可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比较具体的剖析吗 嗯 其实呢 今年的这个一号文件呢 也是连续第四年呢 是聚焦在这个农业现代化建设这方面 那么其中呢 在整个的一个中央经济都在关注这个供给侧改革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在农业方面呢 也都是提出了这个农业的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在目前的一个农产品的这种供给整个的一个状况上面看的话呢 是呈现出一个总量不足 但是呢 那么不同的一个产品当中呢 出现这种结构性过剩和 结构性这个短缺并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像是呢 部分的这个粮食品种呢 那么玉米方面呢 就出现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过剩 而大豆呢 就出现结构性的短缺 所以呢 在文件当中呢 也都有提到呢 要优化这个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的布局 要这个启动实施种植业结构调整计划 稳定呢 水稻和小麦的生产适当的调节一些非优势区域的这种 这个玉米的一个种植 那么整个 那么这些方面呢 也都是呢 在推进这种农业种植方面的一个供给侧的改革 和减少呢 粮食的这个无效的供给 另外呢 在这个农业现代化方面呢 文件当中提到呢 要增强一些的一个这种物质装备和技术的支持 来构建了现代化的农业的一个生产体系和这个经营体系 那么当中呢 会继续的推进的一些高标准的农田建设啊 农田水利建设啊 以及呢 要强调的一些农业的一个现代化技术的运用 同时呢 对于这个农业 农产品的一个生产当中呢 也是要提高呢 提高呢 这些机械水平的一个利用 同时呢 也要发展了一些互联网加农业啊 等等 那么从而呢 是推升整个的一个农业产业链的一个升级 另外呢 在这个农村改革方面呢 文件当中呢 也都有提到呢 要完善这种粮食啊 等等这些 这个农作物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形成机制以及呢 补贴的机制 那么对于呢 不同的粮食的品种呢 是实行呢 不同的一个政策的 比如说呢 像是对这个稻谷啊 小麦啊 这些农产品呢 就继续的是执行这种最低收储价格的一个制度 那么另外呢 在这种玉米方面呢 就是要按照呢 市场的定价和这个价补分离的原则 那么也是呢 反映出那么对于这些不同的一个产品 那么对于过剩啊 和这个相应这个短缺的产品呢 那么通过呢 不同的一个政策呢 来进行这个解决 另外呢 那么在政策当中呢 也都有提到呢 那么要对这种保障财政方面的一个对于农村方面的一个投入 以及呢 金融资源呢 对于这种农业方面的一个倾斜 那么从整个的文件上面看呢 当中涉及到的东西呢 都还是比较的一个框架性的 而且呢 和这个之前几年的一个政策啊 包括之前公布的关于这种农村方面的政策上面来看呢 很多呢 也都是有一种重复的状况 所以呢 那么并且呢 这个相应的这种农村的一个改革方面呢 也都不是呢 这个一两年呢 就能够完成的 所以呢 在整个的一个板块上面看的话呢 那么整体呢 都这种提振的作用呢 都不是特别的强 而且呢 午后呢 也都是随着这个大盘呢 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之后呢 各股方面呢 也都是有这个回落的状况的 所以呢 在目前上面看呢 那么暂时呢 都是不宜买入的 嗯 好的 感谢潘小姐跟我们做出的详境分析 希望潘小姐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潘小姐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或是板块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